三国时代的人为啥都是单字名? 东汉,三国这三百多年间的人名,几乎全是一个字,双字名是极少极少的。 后汉书,三国之中的人名,见后有两个字的,但这些人,有的是隐士,如庞德公,邓罗举,有的是乳名,如刘喷子,郑小彤,有的是以字形式,如黄成燕,狗聚伯,知识分子,官员, 显要是找不出双字名的,这真是怪事,而这种问题出在王莽身上。 西汉末年,王莽穿夺了政权,为了巩固统治,他捡起了董仲书的神学目的论,大搞迷信,大搞复古。 以此为核心,还推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新政,从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,从货币到地名,无孔不住,也涉及到了人民。 王莽这个人对名特别重视,他一,上台,就闹起了一股改名风,首先把中央各级官名改了,然后是大改地名,今天改了,明天又改回来,弄得人不知所措。 后来,甚至将匈奴改成将奴,禅于改成浮渝,由此引发了民族战争,王莽对姓名更是大下功夫,他对自家的王看得特别重,对许多刘姓皇族和有功部下赐姓王,以示恩宗。 看书《王莽传》中,有这样的记载,王莽的长孙叫王宗,要是慢慢地等,靠死爷爷和爹爹,这个王宗是可以当皇帝的,可是,他性子太急,等不得了,自己弄了天子的衣服,帽子,穿上让人画出了画像,还刻了铜印三枚,与其舅舅合谋,准备抢班夺权。 可水平有限,事情暴露了,虽然是亲孙子,但这事也不能轻扰,王宗一看不好,就自杀了。 虽然人死了,但政治权力也要剥夺,王莽下了这样一道命令,宗本明慧宗,以制作去二名,金赴明慧宗。 这道命令不琢磨是看不出门道的,制作就是法令,王宗本来明是两个字,叫王慧宗,是依法令后改成的王宗,现在犯了法,得再改回去,还叫原来的王慧宗。 从王莽这道命令,可以看出三个问题,一,王莽之前的人名用字数是不受限制的,他自己孙子的名都是两个字。 二,王莽上台后,曾经下过去二名的制作,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不准用双字名。 三,人犯罪后,恢复二字名,以示处罚。 汉书王莽传又有,匈奴禅于,顺制作,去二名之语,意思是说,匈奴禅于依顺王朝的法令,去掉二字名中的一个字。 可见,当时不但有禁止使用双字名的法令,而且,还影响到了匈奴。 由于王莽的法令,从那时起,人们渐渐养成了使用丹字名的习惯,后来虽然王莽说话不算了,却一直也没有改过来,竟然成为风气,认为,用两个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。 如果是现在,人人全是丹字名,那麻烦可就大了,因为丹字名很容易造成虫名。 但是当时人口并不是很多,人的活动范围,交际半径也有限,丹字名并没有对社会造成太大的不良影响。 因此,丹字现象得以延续,一直到三国时代。 三国时的人民,告诉我们,人民有极强的阶段性,每一个时代,有每一个时代的命名特点。 知道了这些,有的人一看不明,它是什么时代的,也就能估摸得差不多。 四母雾顶是我国最著名的青铜系,其中的雾,就是商代的一个人名。 商周两代人好用天干,地支作为人名。 商汤王之后的商王,有外饼、众人、太甲、卧丁、太庚、侠甲等等。 辅佐周文王的富丁,及后来的袍丁,秦国名将白以领,以以天干,地支为名。 天干,地支,其实就是现在的数字,跟一二三四一个意思。 春秋战国人,姓名中间长家一个不字,如认不起,含不信,身不。 含,臣不古,吕不韦,肖不疑等,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东汉,那时更有之不疑,高不识,功尚不害等。 这里的不只是发生词,并没有实在意义。 春秋时还有个习惯,有姓名之间夹之,如戒之推,竹之舞,梦之凡。 春秋战国之前,曲名很随意,常常是指武雷鸣,孔秋、颜辉、孔里、司马牛、比尔、莫迪,这些名都是出生那一刻,大人见到了什么,就以什么曲名。 汉代人名非常重视排行字,名或字中常有梦、伯、仲、记、书、圆、常、四等字。 汉代人的字中还多用字,如司马迁字字常,苏武字字清,赵云字字龙,韩安国字字常。 未进南北朝时,佛教在我国兴成起来,人名也受到佛教的影响。 吕书香先生,在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一文中论及,识人以渠谈、西党、菩提、菩萨、罗汉、弥火等佛教人名,或术语直接用于人名的旧。 达三十六种之多,而用与佛教有关的一个字,如佛、风、谈、法、道等同其他字配合成名的,就更是多了。 南北时表在,当时,僧字在命名上的流行,仅次于之字。 这时候,字常诗名加一个字组成的,如,谢安字恩时,杨炳字炳节,范轩字轩子,炎炎之字炎年,侯景字万景。 民中代之也是这个时期的特点,如,王羲之、王献之、祖冲之、裴松之、顾凯之、刘老之。 未尽南北朝还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。 北方十六国绝大多数为少数民族所建。 北魏时,鲜卑族的孝文帝托拔,曾下令鲜卑人改汉姓,并首先将自己的姓托拔改为原,一共有144个鲜卑姓改为汉姓。 改赫可为德,势类为高,去今为爱,驱突为蛆,独孤魂为渡等。 鲜卑人与文爵建立北周后,又令所有改为汉姓的鲜卑人恢复原姓,并以鲜卑姓赐汉族功臣。 于是,出现了一。 披心姓,如斩孙,语文,图和,朴六如,大爷等。 唐代人名,更多地承接了南北朝的习惯用法,自身的突出特点是喜欢用排行称呼,在唐诗标题中就能见到,元二,魏八初时,张十八元外,刘十九,秋二十二元外,公孙大娘,黄四年。 因古人士大家族一起排行,就有了李二十五,赵三十二,唐代人名中几、羽、燕,也比以前多了起来。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新盛时期,一族外邦争相来朝。 如李白之父来自西域、安禄山,史思明都市服人,但他们全用的是汉族性。 许多外族人性的礼,有的是自己想沾皇帝的光,有的是皇帝赐给的。 唐人和宋人不但喜爱用排行称呼,民间取名也常用数字,如一个人名四六,原来是出生时,父亲二十四岁,母亲二十二岁,加在一起是四十六。 如果年二十三,第二十五,生下孩子就叫四八,从宋代开始,双字超过了单。 字名,以后双字名越来越多。 辽、金,原是少数民族政权,这是我国命名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。 一是,名中多用格、如等字。 二是许多人有两种语言的名,如,辽太祖,一名阿古达,又有汉名。 金代的悟术,又名宗碧。 金是宗名哈拉,又名。 同时,也有一些汉族人取了少数民族名。 现代人民时代特征更为明显。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,与山西大学利用计算计,对全国七个地区的人民用字做了统计。 女性人民用字频率最高的四个字分别是,北京书,秀,英,玉上海英,华,方,明,辽宁玉,贵,英,华陕西英,方,秀,玉子川华,秀,英,明广东亚,英,华,明福建立,秀,华, 明新中国之前,使用频率最高的六个字是,英,秀,玉,贵,华,兰。 而1949年到文革则是,华,英,玉,明,秀,国。 文革中是,红,华,军,文,英,明,文革后却成了,华,立,春,小,烟,红。 从人民用字的变化,完全可以看出社会的变革,及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文革中是,红 通机